2020年11月13日 常年期第32周星期五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 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 赛人子的日子里也要怎样 分享 耶稣提醒当时的法利赛人和门徒 不可忽略耶稣的教导去敬主爱人 他也警告门徒不要因为他将受苦难和被害而丧至 因为这是天主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耶稣将要再来审判世界 就如天主审判诺厄时代的人和罗特时代的所多玛人 耶稣叮嘱众人要时常警醒 因为他每天都不断地回来查看每个人 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准备好接受主的审判 必尝怀性 忘爱得去生活 随时预备主的召唤 有如圣永第119篇说 做个有福的遵守天主法律的人 天主的子女按真理生活 遵照主耶稣的命 彼此相爱 我们要谨慎留心天主的话 常阅读圣经 默想圣言 在信友团体中互相扶持 彼此带导 共融在天主的真理之中 天父 求你大发慈悲 产出一切阻挡我们皈依你的障碍 使我们能以自由的身心 奉行你的旨意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尔门 罗碧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